灣仔 軒尼斯道 是電影《月滿軒尼斯》的主要取景地 軒尼斯道彷彿將灣仔一分為二 主角湯圍和張學友在這條分界線 相遇 相識 相知 兩人的故事橫跨灣仔南與北 同時記錄地區新舊融合和時代變遷 位於軒尼斯道的唐島咖啡餅店 是男女主角初次約會的地方 阿萊與愛蓮相識 並慢慢步向雙肢 我看過了 那我還需要看下去嗎 喂 你好而已 不用這麼窄 第一次約會結束之後 阿萊在送愛蓮乘巴士的途中 訴說軒尼斯道界線之間的分別 只要你不過軒尼斯道 你又不會撞到我 我很欠你那頭的 是嗎 為甚麼 你只近稅務谷已經夠壞了 我們這裡不同了 起碼有電車 其實稅務谷那邊是新田海的部分 而南邊是舊區 就是老灣仔 大概這就是阿萊偏愛灣仔南的原因 在愛蓮遇到情感上的糾結之後 由莊士頓道的修頓球場跑走 越過軒尼斯道 走到稅務大樓對開的 告示打道行人天橋 而阿萊也終於追上愛蓮 即使她討厭灣仔北 但也不顧一切越過軒尼斯道 追到位於港灣道的香港藝術中心 李一幕可以表達阿萊發現 原來自己對愛蓮的情感 而跨越了界線 軒尼斯道是貫通灣仔區的主要街道 以第八任港督軒尼斯著氏命名 在她離任46年之久 1929年 灣仔填海員工之後 才以她的名字來命名 東折銅鑼灣 西雨這麼中度雙年 南面是舊區 北面是新填海 越滿軒尼斯是一部 以軒尼斯道作中間點的愛情故事 講述兩人跨過灣仔南北的界限 相遇並游走在新舊文化和社區